今天我做了好吃的豆角姜肉包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豆角放进开水锅里面烫一下 烫个两分钟左右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 去掉头尾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先放大碗里 锅里放点油 下入五花肉末翻炒一下 炒出油脂 加一勺黄豆酱 一勺甜面酱 一勺蚝油 再来一点生抽 翻炒一下 炒出酱香味 加一点生姜末 加入豆角 翻炒一下 撒一点点白糖 翻炒均匀 炒均匀之后 再加一点淀粉水 继续翻炒一下 炒到锅里变得粘稠 光火 放凉 放凉之后再来和面 130克的清水 加入两克的酵母 一小勺白糖搅一搅 搅匀之后 加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再用筷子搅一搅 搅成这种面絮状 然后再来揉面 在盆子里面只需要揉成团 不好揉移到案板上面 稍微多揉搓一会儿 揉到面团光滑细腻 大概3-5分钟左右 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搓长条 均分成小剂子 我一共分成了12个小剂子 按把上面撒干面粉 取一个剂子 切口朝上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包子皮 打上馅料 打好之后包包子 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 捏起来不停地往前面打折 打满一整圈 食指放在包子口里面转一下 把剂口转高一点 收口 反方向再转一下 把多余的面积给揪掉 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摆进蒸笼里面 盖上发酵 现在的气温半个小时左右 摸一下 变得非常的松软 拿在手上也是轻飘飘的 这样就可以上锅蒸了 夏天的包子很容易发过头 所以时不时要看一下 水盖之后上笼 大火蒸13分钟 关火焖一分钟 开盖 我们的豆角包就做好了 做好的豆角包 每一个都非常的细腻 面皮非常的柔软 里面的馅料满满的 吃起来又鲜又香 浓浓的酱香味 夹杂着软嫩的豆角 别挑多好吃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包子 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 拜拜